大家好,欢迎来到Hana的旅游韩国语口 我是旅游韩国语的女主人Hana 那现在是最后的一节口 你们到这儿觉得怎么样呢? 都努力复习了吗? 你们觉得你们的水平已经提高了吗? 你们如果觉得还不够的话 重新再来看看 然后你们复习一下 然后就熟练你的舌头 然后你的嘴巴 然后适应韩国的发音就可以了吧 那好,我们今天要做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坐飞机回国呀 所以呢,现在你们好好准备 准备回国吧 那我们一起看看飞机怎么说呢? 坐飞机 我们飞机已经学过的 是吧? 昨天上个相节课已经学过的是什么? 飞行机 这是什么呢? 飞行器的意思 飞行机 所以呢,这个不会很难的 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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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已经学过 做 是他的意思 那么我们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回国了吗? 那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内容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当然是复习 上节课你们学的内容都复习好了没有? 我们猜一猜你们好了没有? 第一个,你们自己回答 请给我介绍一日游吧 一日游吧 一日游怎么说? 想起来了没有? 想起来了吧 是 无白游行 无白游行 是吧?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无白游行是什么? 不是不睡觉的意思 就是晚上出发 然后到 第二天早上到达目的地 然后一整个 一整日就是玩 然后回来的日常就是 无白 好,请给我介绍 我们已经学了什么? 听好的 慢慢来 那我们一起来看 你们答对了没有? 一起来读一遍 无白游行 소개해 주세요 无白游行 소개해 주세요 好的 就是 소개해 주세요 就是给我介绍的意思 然后你们前辈 就是 替换一下你们想要的东西 就可以了吧 如果你们喜欢去 记住道理由的话 记住都有行 소개해 주세요 就这样说就可以了 好的 第二个 我要预定酒店 预定是上街科最重要的内容 是什么? 是什么? 对 对 预定酒店的意思 先预定的话 先预定的话 可以收到什么用会 我也是在中国已经收到了很多那个打扰 因为我在网上预定了 那下边 取消一下 取消一下 有的时候呢 很需要取消那样的话怎么说? 挺好的 去准受 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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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事情取消以下的意思 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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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一般加上的事 好 最后一个 我想变更日期 我想变更日期 变更 怎么说 有的人回答说 变更 有的人回答说 바꾸다 是吧 那我们上次 上次一个两个都学了 这里呢 我告诉你 바꾸다 好 跟我读 野养 날짜 바꾸고 싶어요 野养 날짜 바꾸고 싶어요 好好 还有呢 바꾸고 싶어요 这个情绘呢 不仅是在 日定上使用 还有呢 你们如果想 那个换 交换你买的衣服 或者是 怎么说呢 你点的菜 不喜欢 还是要 变更的话 你可以说 바꾸고 싶어요 当然 他们已经做好 材料的话 不行 不能变更 你点菜的内容 可是呢 如果他们还没准备了 你刚点菜了 然后觉得这个不行 那样的话 可以说 바꾸고 싶어요 这个呢 应用的方法很多 所以呢 你们一定要背下来 好的 我们复习的内容 你们觉得怎么样 都答对了吗 没有答对的话 你们好好复习 再来看看 好 下边 我们一起看 今天的内容 好 我们要开始 出发 好的 那这个呢 什么 第一 好像已经见过的内容 是吧 这里我们的旅游 韩国语呢 各种情况下 需要的词汇 我们选择了那样的内容 所以呢 一般 有的地方呢 很相似的词汇 可是 内容 内容是不同的 好 好的 我们常常看到的内容 好的是什么 对 答对了 在哪 原来呢 哪的意思 好的 在呢 是的意思 我已经说过了吧 韩语和汉语的顺序一般是相反的 所以 所以呢 在前边 然后 哪是后边 odio 是什么意思 在哪 我们坐那个飞机之前 一定要办理很多内容 是吧 很多熟悉 所以呢 在这里 我要介绍一下 在哪做什么什么的 好 看看 第一个 odio 已经选了是什么 在哪 的意思吧 好 跟我读 odio odio 不定 收索 keyo odio 你们觉得有点长是吗 那在这里我们慢慢来 不定 收索 heyo 也可以 不定 收索 odio so heyo 这样说也可以 这个是瞬间是不是很重要的 那么在这里看 不定 收索 是什么 收索 我们以前已经宽过的是什么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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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熟悉 不定时从英文过来的是什么意思 称机的意思 称机 称机过程 称机 称机 熟悉在哪 办理的意思 heyo 就是所有动词的代代名词那样的意思 代动词 就是怎么说好呢 对啊 所有动词的意思都含意在heyo里面 对 所以呢 布丁 熟悉 어디에서 해요 어디에서布丁 熟悉 这个是什么 在哪 办理 在这儿的意思是 办理 成绩数据的意思 好 这个是我们那个 到了机场以后一定要办的那个程序 是吧 这个不办理的话 我们坐不了飞机 那么一起来再来读一遍 어디에서布丁 熟悉 熟悉 어디에서布丁 熟悉 好 看看 这个 어디에서 어디에서 是一样的 称 붙여 어디에서 称 붙여 是不是你们的记忆 这些有限 是吧 秦 是什么 行李 我们常常出现的 第一节可读出来的 然后 붙여 是什么 拖运的意思 拖运 还有呢 那个 对啊 那个 要什么 拖行李 麻量的吧 这行李 麻量的时候 붙여 两个情况下 都可以用的 好 今生 行李 붙여 是 拖运的意思 好 好 好 不能来 读 어디에서 짐 붙여 요 어디에서 짐 붙여 요 就是什么意思 在哪 那个 拖运 在哪 办理 那个 行李 有关 行李 的 熟悉 的意思 这个两个空间 是一样的地方 你们 随便选择一个 T1 然后 1 就可以了 一个 那个 1 T1 然后 1 就可以了 好 大家看看 下边 어디에서 탑승 远 어디에서 탑승 远 탑승 发音有点难 是吧 탑승 탑승 是什么 他有的意思 他有 어디에서 他有 也可以 就是 做的意思 正直 正直 就是 탑승 好的 在这我们看了什么 Tap승 嘿 어디에서 탑승 机场是一般是很大很大很复杂的空间 所以呢 一般我们坐飞机的地方 还有那个办理书 系统的地方 很远 所以呢 找的时候很难 找 所以呢 你们可以问 어디에서 탑승 嘿 当然在飞机票上有那个 我们的那个口号 你们找一找就可以 可是有的时候找不到嘛 所以呢 可以这样问 随便 那怎么回答呢 一般 Kate 에서 탑승 하세요 하세요 是请你做什么什么的 这个是在后边会出来的 在后边 我们说明一下 Tapsing 하세요 是请你 撑机的意思 请你做 那在哪儿 一般 Kate 一般 一般 Kate 是什么 Kate 韩国就是 口 入口的号码 那个 成绩口 是吧 成绩口的号码 就是 Kate 成绩口就是 Kate 的意思 这个别忘了 也是从英文过来的 看看下边 还有呢 34번 34번 这样说 K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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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 呢 不说 34那样 34号 这样说 然后 Kaseyo Uro Kaseyo 这个我们已经学过的 所以呢 我在这儿再来提醒一下 你到这边去吧 怎么说 Uro Kaseyo 然后告诉你 34번 Kate Kaseyo 好 在这儿我们学的内容 你们觉得怎么样 因为在日常上办理休息的 所以呢 词会比较难一些 可是 你们练习以后呢 不是很难的东西 然后只要知道 Odi에서 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看第二个内容 在这儿我们介绍一下 上边我们已经说了 Haseyo 是吧 Tapsung Haseyo Haseyo 那个是什么意思 请你做的意思 你做什么什么 那样的意思 请你做Haseyo 然后呢 在这里我们要介绍 这样的那个就是 怎么说呢 请或者是那个命令的时候 我们的说法 第一个 我们坐飞机之后 已经乘机了 在飞机上做好了 然后呢 那个空姐 对你们怎么说 对 第一个说法的是 机上安全带 好 那这个问题 安全 벨트를 Haseyo 安全 벨트를 Haseyo 安全 安全 벨트 就是什么 安全 安全 完全 一样的 一样的 汉字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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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 벨트 是英文过来的 带 请记上 安全带 Haseyo 我已经说了吧 这一个呢 可以代替很多动词的 所以 安全 벨트를 하세요 请记上 安全 带 的意思 在这里 记上 好 这里对边 安全 벨트를 하세요 安全 벨트를 하세요 好 第二个是什么 窗门 窗门 을 올리 세요 窗门 을 올리 세요 好 这里 也是 有 세요 这个呢 不一样 词汇 的 形态 是不一样 可是 这个 也是 请 的意思 命令 的意思 那 在这 窗门 是什么 窗口 的意思 窗户 我们 在 靠窗 的位置 有 窗户 然后呢 在这里 有 那个 窗户 的 那个 什么 盖子 吧 可是 有的时候 那个 飞机 起飞 或者 着落 的时候 这个 盖子 一定要 往上 打开 一下 所以 他们 说 창문 을 올리 세요 请 打开 车窗 的 盖子 那个 意思 창문 을 올리 세요 올리 세요 往上 这样 打开 的意思 올리 是打开 可是在这里 是 往上 打开 的意思 올리 세요 下边 테이블 접 세요 예 세 秦 的意思 테이블 접 세요 접 으세요 原来是这样的 可是这里 也是 也是 접 세요 这样 发音就可以了 테이블 접 세요 是什么 我们在 那个 飞机上 有那个 小桌 吧 小桌子 板 那个 我们吃饭的时候 用的 可是呢 我们 起飞的时候 这个小桌 板 桌板 是一定要 叠起来 所以呢 접 으세요 是 叠起来 테이블 是 小桌 板 的意思 小桌 板 请 叠起来 一下 请 叠起来 到意思 好 跟这里 对边 테이블 접 으세요 테이블 也是从英文 过来的 汉语里 很多英文 好 这个 의자를 세우세요 也是 세우 의자를 세우세요 好 의자 是什么 椅子 到意思 椅子 然后 把椅子 怎么往上来 那个 恢复到 原来的 那个 形态 那个意思 就是我们 一般是 躺着 那个 坐 然后呢 起飞 或者是 着落 的时候 一定要 一直是 要 那个 熟起来 的 所以 请 把 一直 熟起来 세우 就是 熟起来 的意思 那 这个是 你们听得懂 就行了 可是 一般的 请 有的时候 让别人 来 做 那样 的话 怎么 说 用 세우 表达 那 哈 是什么 请你 做的 意思 请你 往上去 请把 这个东西 拿上去 也是可以 或者是 打开 的 意思 超 不 叠起来 叠起来 세우 收起来 的 意思 这个 有点 不同 可是 那个 说法 是 都 一样 的 好 我们 在这 学了 什么 请 别人 做 什么 事情 或者 是 命 命 的时候 我们的 说法 是 怎么样 的 我 告诉 你们 了 觉得 怎么样 不难 吧 然后 安全带 计算 安全带 是最重要的 你没 计算 安全带 它们不出发 所以 安藏 belt 也一定要 介绍 好 看看 第三个 内容 主持有 也是 我们经常 看到的 内容 为什么 我在这 再选择了 主持有 呢 因为 空姐 在 那个 飞机 那个 椅子上 座位上 走来 走去 给你们 什么 对 菜 饭 还有呢 喝的 东西 是吧 这叫我告诉你 주세요 这样的说法 第一个是什么 你要喝什么 我们已经学了 我们以前学过的 那好 你怎么回答呢 COLA COLA JU COLA JU COLA JU 是什么 可乐 可乐 这个已经学了 那好 有的人呢 特别喜欢 CAPE 那CAPE 怎么说 COPPY COPPY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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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给我 CAPE 韩国呢 一般不用两词 所以呢 可以说 COLA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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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喝什么 茶 喝茶 那要怎么说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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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呢需要一一分 一一分那样的话 一一分 주세요 或者是一一分钟 这样就可以 那第四个是什么 淡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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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油是什么呢 一般我们在就位上有的时候觉得很冷 那样的话对于空间说 给我毛炭 毛炭就是淡油的意思 那好跟在对面 淡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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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好 那下边有什么呢 新闻 주세요 新闻 주세요 好 新闻是什么呢 报纸 报纸 中国人呢一般 这个汉字是这个你们很熟悉的 是什么 对呀你们来说是 news 是吧新闻 可是这个意思是什么 报纸 给我报纸 就是这么说 新闻 就是在这儿我们学了什么样的内容 对空间说你们所需要的 请他来 哪来就是怎么说 就是这么说 这样可以说 医疗的问题 还有 耳机 腰 摩托呢 淡油 报纸呢 新闻 这样的话你们在飞机上可以享受很多服务 那最后一个 好也是 주세요的问题 为什么呢 在飞机上很需要 주세요 这个机会 那看看 불 좀 꺼주세요 불 좀 꺼주세요 꺼주세요 也是可以 贴在一起 라는 꺼 就是 我们已经电子场上学到了 까요 어떻게 까요 你们想起来了吧 꺼是什么 关的意思 关 关 个打 个 这样说 불是什么 原来是火的意思 可是在这儿呢 灯 请关灯 对那个 在飞机上 想睡觉 那样的话 开灯的话 你们睡不了 那样的话 对空间说 请关灯 怎么说 对 불 좀 꺼주세요 불 좀 꺼주세요 好 这边 请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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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前面再生动词 然后后边 请的意思 주세요 的话 好的 这边怎么说 울려 我已经说了吧 打开的时候 往上打开 还有呢 把行李 往上去 把行李 那个 放在上边的时候 울려 那么 请 放在上边 울려 주세요 我们把行李要 那个放在上边 把那个 上 上 帮子里边 那样的话 请 请 请 吻 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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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边 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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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是什么 窗是窗的意思 窗口 窗户的意思 卡是靠的意思 这也是 以为是相反的 靠窗的 位置 给我靠窗的位置 就是座位 给我靠窗的座位 那样的话 一般人 很多人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 可是有的人不喜欢 那怎么说 这样说就可以了 你想在那个椅子和椅子中间坐 那样的话 你想可以说 靠那个走廊的地方 就是通了走 那好 参加座位 靠床的位置 好在这我们学了什么 对 动词加上 주세요的话 请你做什么什么 那样的意思 那好 关灯 불 把行李放上去 把行李拿下来 好今天我们要学的那样都学好了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 对啊 就是复习 那好 看看你们今天学的怎么样 在哪儿 在哪儿 已经想起来了吧 어디에서 不停 收索 还有呢 可以说 踏上 我们已经学了吧 那第二个 经济上安全带 对不起 经济上安全带 对啊 那怎么说 安全带是什么 对 安全带 好 安全带 를 하세요 安全带 를 하세요 这个呢 笔尾的主词 下必 给我一张 没有 没有 什么 对 담요 我们冷的时候 需要的 담요 주세요 담요 주세요 请给我 没有 谈的意思 最后一个 请帮我拿下 行李 拿下 是什么 내려 주세요 行李呢 짐 是吧 那好 一起来看 짐 中 내려 주세요 짐 中 내려 주세요 对啊 这是请别人 帮忙 的意思 吧 那好 我们快点 有製作的 一起来 练习一下 再拿 빨리 称之手 是 어디에서 보딩 收索 해요 어디에서 보딩 收索 해요 请 自上 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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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一张 毛团 담요 주세요 담요 주세요 请帮我拿下 心里 짐 좀 내려 주세요 짐 좀 내려 주세요 那好 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都学好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们通过第十 通过十五节课已经学了很多东西 在很多情况下所需要的内容都学好了 你们准备好十五课的话 可会来韩国以后享受很多有意思的理由 所以我推荐你们我建议你们如果觉得你们学的不够的话 再来复习再来练习把你的手头适应韩国的flyin就可以了 然后你们觉得不够就增加你们的词汇量可以提高你们的韩语水平 那好 你们一定要背下来这篇的文章好吗 那好 我们到此为止吧 你们太辛苦了 네 여러분 수고하셨습니다 단어랑 많이 연습하시고 기본文章을 꼭 외우셔서 한국에 와서 즐거운 여행을 해보세요 그럼 이만 안녕